香港海鮮陸,中間請你們記者安全小心行事 收到,收到,入水情況被想像中快了 現在水就浸到機場,是不是這樣,好嗎? 是,收到,請你們盡快安全到達另外的船 收到,收到,準備放走箱份,好嗎? 容許我們過程的就是有接收台灣漁船 包括這個人,楊榫12號和海鮮號 各位,放行保安,再見,再見 25個補吊行動委員會成員和船員 先後被同行的台灣漁船救起 現在正返回基隆港 亞洲電視記者羅佩琼報道 在本港,一手接載三十幾個 邱班懲教署職員的雙體船 下午在青州對開的海面 懷疑大浪打爛了船的玻璃 有五個人受傷送軟 梁女尚報道 意外發生後 消防船陸續將傷者送到 上環海市處碼頭 有傷者要用擔架抬走 而較輕傷的就自行上岸 事件中有五個傷者 包括兩個船員和三個懲教署人員要送軟 他們主要是被玻璃碎片戒傷 出事的雙體船已經被拖埋岸 這個當時在船上的懲教署職員說 事發的時候很大浪 去到郊子灣被一個浪打爛船頭的玻璃 船浸了水 好像上下沉一樣 我就叫救生船 他說雖然船上有足夠的救生設備和救生衣 但是等人來救的時候就很驚險 等消防船 好像心急一點 等了三四個船 都挺恐怖的 因為浪不停地打來 不停地入水 不停地噴 救人的消防處人員說 事發的時候海面很大浪 去估計達到有四級 影響了救人的進步 今天很厲害 外面西南很大風 時間要慢一點 我們沒有拍碼頭上岸 事發在下午2點25分 一手屬於一間私營船母公司的雙體船 載著32個懲教處人員 由石碧監獄去皇后碼頭 使到去青州對出1.5海里 交以州燃南的時候 懷疑因為大浪打爛了船的玻璃 引起意外 亞洲電視記者梁麗尚報導 海關在觀塘破獲一間製造 翻版光碟的工場 檢獲價值大約1600萬的 翻版光碟和生產機器 並且首次發現有人 販賣製造翻版光碟的武碟 實習記者黃雅宇報導 這批總數45000隻 約值130萬元的翻版光碟 是觀塘海賓道一間經營 半年的光碟工廠製造 海關用了三個月時間部署 到昨天採取行動 並且在廠裡 檢獲用來製造翻版武碟的機器 生產商可以在市面購買 一些正版的光碟 透過電腦 將數碼訊息傳入這些 空白的武碟上面 經過電導和風乾 最後就可以製成這些 市值約2000元的武碟 這次是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生效之後 海關第一次檢獲生產 倒版光碟的工廠 海關發言人說 條例對於翻版光碟製造商 有阻嚇作用 有部分是做這些翻版的CD工廠 它會離開香港 到目前為止 全港五十幾間光碟製造商中 就只有三間申請了牌照 亞洲電視記者黃雅宇報導 美國總統克林頓 明天會到西安展開為期 九日的歷史性火華行程 西安市面大致上氣氛平靜 克林頓到訪的地方 都做好保安工作 不過當地部分市民 就認為克林頓到訪 就不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賽事 蔡志光在西安報導 看堂以來 多個朝代見到的古城西安 也是通往西方絲綢之路的起點 作為訪華行程的第一站 克林頓將會到古城牆南門這裡 接受訪堂入城儀式歡迎